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 宣布将在这个月21号解散众议院 提前两年举行闪电大选 据报道 安倍已经决定暂时搁置消费税的上调计划 以寻求在来临大选当中继续获得民众的支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原本打算在明年10月 再度上调消费税到10% 日本在4月份刚把消费税从5%上调到了8% 不过最新数据显示 日本连续两个季度经济萎缩 国内消费力也不如预期 安倍已经决定延迟上调消费税 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 安倍经济决策被质疑 为了冲淡政治危机 安倍抓紧时机解散众议院 分析表示 举行闪电大选将让在野党措手不及 对于安倍领导的执政党来说十分有力 众议院解散之后 预料竞选活动会在下个月初展开 投票日则是落在了下个月14号 要 solve 不及关照 正如那 我